音樂 哈囉大家,我是亮虎 我們今天要在已經有裝有Windows的電腦上 關Linus雙系統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如果有關注課程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們課程很多個議題 會討論所謂的效能 所以不能用虛擬機 否則會有很多效能上的問題是無法做量測的 好,那今天跟以往不同是 我們沒辦法採用螢幕錄影 因為會牽扯到跟要進入BIOS做一些設定的調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好朋友 我拿了一隻藍人甲來 要來錄製今天的影片 好,我把螢幕放上去 調整一下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現在螢幕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選單 這個選單就是我們完成好雙系統後 會 你可以在你自己電腦上看到 就是選擇不同的OS進入 那我們先從Windows進入 假設現在買的筆電都是 冠有Windows的 不管你的版本是Windows 80 或是Windows 7 甚至是Windows XP 假設都是有Windows的 那我們就從 我們假設情況就是已經有Windows的情況 要從10碟中 切割一部分的容量來關我們的Windows 好,那我們等他跑 Windows開機都比較慢一點 我們等他一下 好,那我們終於開啟了Windows 先看一下這邊 我這台電腦使用的是Windows 8作業系統 好,再提一下是說 我們今天範例用的是一般的硬碟來做系統碟 就簡單說我們會把我們的OS 灌在一般的Hardisk上 而不是SSD 原因是因為我手邊找不到還有SSD的硬碟 可以來做示範 如果是手邊是SSD硬碟的朋友 可能就要 同學就要找一下SSD的對齊 因為你沒有重新對齊的話 你的容量可能會受到影響 可以看到你看我都答英文 結果有那麼多個 好像也沒有那麼多 不過就有相關的教學文件 就要請各位同學自己找這些文件看一下 怎麼對齊 這是今天比較可惜的地方 沒辦法做我這邊的示範 好,然後回到這邊 要關系統之前呢 必須要先切割出一段空間 來放我們的Linus OS 好,所以 點選 我們的控制台 要從控制台這邊找到 這個系統管理工具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電腦管理這個選項 可能會因為你的Windows版本不一樣 名字有點大同小 不太一樣 可是應該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稍微找一下電腦管理 電腦管理 電腦管理或 這是怎麼回事 好,電腦管理的視窗打開之後呢 找到左邊 有個叫持跌管理 一樣點下去 讓它跑一下 它會去掃描你的持跌 好 掃描你的持跌 看有什麼持區 像你可能有C槽啊 D槽啊 那像我這台電腦的話 我之前還做的 灌了兩個OS 分別是30bit跟64bit的 Linus在上面 好,這邊 看到 要怎麼切割持區呢 首先請你點選 在D槽上點選右鍵 那選擇這個壓縮持跌區 點下去 它就會幫你計算說 原先你的容量是多少 可能399151N 那可以壓縮的空間有多少 這邊是196737 超過是195N吧 其實還不少 所以我們就來切割一個容量 像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自己使用的是用了50G 總共50加20 所以總共70G 這個容量大小 還是要取決於使用者 看你硬碟的大小 然後你使用的平盤程度是什麼 來決定 我自己的話 最早不然也只有用20G而已 那時候是玩玩看 所以就用20G 那後來也有用50G 跟現在這台電腦的是70G 主要看自己的需求 那我今天示範的話 用小一點就好 一樣20G的空間 所以是201080 好,那我們做壓縮 做壓縮的話 就等它一下 好快喔 它就切割出一個20G的空間 可以讓你來做我們Linux的配置 這個順序你可能要記錄一下 因為等一下在Ubuntu中 我們會需要這個順序 來找到你切割的磁區 像前面可能是369 後面是8G 這樣的順序 好 那再來提到一點是說 我們這次使用的BIOS 就是我們這塊主機板的BIOS 是UEFI的BIOS 這怎麼看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磁區 最前面會有一個 這邊寫到EFI系統磁碟分割 好,我們知道最早 就是我們的BIOS 是用Assembly寫的 好,那現在的BIOS 大部分都是使用UEFI 就是純吸寫成的BIOS 這樣的話它比較好 Maintain 就是一些update之類的工作 那如果有 朋友想要知道說 UEFI 然後MBR 就想要知道一些 這其中的差異 跟過去不同的差異 就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像UEFI MBR這樣 你可以看到它的文件 都還蠻完整的 就過達了兩個英文 發現它全部 第一頁幾乎都是中文文件 就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來做了解 因為我們今天是屬於比較簡單的 教學 讓大家知道怎麼在自己的電腦 完成雙系統的任務 所以這部分我們今天就不提 回到我們電腦管理這邊 這邊我們用好了之後 切割好時區之後就要做 你開機的印象檔 所以我們就 開啟你的Chrome 打上Ubuntu 這是我們今天 這是我們今天 示範用的 我們選擇是Ubuntu的Denas 就進到它的官網之後 點選桌面板Desktop 就可以看到它很順 你就按download就可以了 那還有很多版本 Ubuntu現在很多版本 就最新的LTS版本是16.04.1這樣 那同樣你也可以抓16.10 或是你要抓16.04 15.04 15.10 那就可以去看你自己的喜好 那我們今天示範用的是16.04 這個LTS 一樣按下download download之後 他可能會叫你 要有一些donate 問你要不要donate什麼的 我們今天就先 你可以donate 我們今天先就是略過 然後直接做download的動作 好 點下去就可以download了 我之前已經抓好一份 再下載裡 看看 看看喔 應該在 在這裡 你有看到這個是Ubuntu 16.04 Desktop AMD64 是64bit的Linux 當然如果有同學 現在應該大部分都是64bit的CPU 所以 它自動幫你抓的應該就是64bit 那如果你是屬於比較舊的電腦 可能 8年前 差不多吧 我最近 有逛過的電腦 大部分是 要到8年前的電腦 才會有32bit的筆電 所以如果不是那麼舊的筆電的話 應該大概就是64bit 如果是32bit 可能就要抓32bit的Ubuntu 來做安裝 好 所以說這邊可以看到這個MD64 是我們今天的示範 那怎麼做開機碟呢 你可能就 開機碟 那我就google一下開機碟 開機碟 你會看到很多的教學文章 不過這些教學文章 那有一個共空點是 嗯 它有點 就是過時嗎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就是現在的UFI BIOS的話 其實不需要 靠我們這個 開機碟製作軟體 因為開機碟製作軟體 它最大的功能 功用是把你的USB 就是我們的隨身碟 做出一個NBR磁區 讓BIOS讀得懂 可是因為現在是UFI BIOS 它其實不需要那個磁區 就可以讀得懂你的開機的image file 好 所以要怎麼做呢 現在的話不需要用軟體 只需要你 可能掛載個酒精之類的 把我們這個ISO檔做掛載 做掛載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文件 就是跟Linus 跟Ubuntu 這個OS有關的文件 好 把這些文件就是全部Ctrl-A C Copy起來 Copy起來之後 找一支空的隨身碟 像我這支UUI 這支隨身碟是空的 剛才把它那個資料 給它PASS進來 直接CopyPASS進 你空白的隨身碟就可以 你不安心的話 你也可以先做格式化 好 重點就是 你需要一支隨身碟來完成這個工作 當然啦 如果你想要用光碟的話也是可以 那同樣也有什麼網路開機之類的 你可能就要自己研究 我們今天的示範 用的還是普通的隨身碟開機 好 那到這裡為止的話 應該Windows的工作就到一段落 還有一點是 其實有些電腦會有所謂的Fastboot Fastboot 就是它可以讓你快速開機 你可能關機之後 每一次開機 就只要兩秒 它就可以重新開機了 那這就是所謂的Fastboot的技術 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Fastboot給關掉 才有辦法關我們雙系統 因為說 因為裡面關掉的話 它會進不了BIOS 因為這個Fastboot它的原理很簡單 那就是讓你假裝了關機 其實它沒有關機這樣 好 所以你可能就要Google一下相關的方式 因為它快起鍵不一樣 我記得好像是關機的時候要按著Ctrl還是什麼吧 每台電腦可能不太一樣 要自己Google一下看這個Windows 8 Fastboot要怎麼關 好 那所以等你成功關機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到BIOS來做設定 好以上是我們Windows的部分 記得這個持續要記好喔 好 現在就是進入到我們試用版的 Ubuntu 16.04的介面 那裡面你就可以試用Ubuntu的功能 我現在是在錄影中 那你可以開你的Terminal 同樣你可以編輯一些 編輯自己的程式 像是你要寫個Hello World 像這樣 它裡面都還沒有其他的設定 OK 所以說 我們要從這邊來做這個Install的動作 當然你現在做的所有動作 在Install完之後它都會被洗掉 好 要注意這點喔 好 我們就直接點選這個Install Vbuntu 16.04 好 一開始可以選擇你要的那個語系 你可以選擇就是英文 或是說 你想要看的是中文 好 那中文 如果你跟我一樣點選中文的話 那就繼續 讓它跑一下 繼續之後 它這邊就有些選項 可以讓你 就是 選擇像 你可以同時這兩個點選 就是在下載的時候 同時更新 那因為我現在只是示範 我就不需要可以讓它快速一點 然後就選擇繼續 這種時候會建議就是 這種OS的時候會建議說你的充電器 要記得插上 然後網路線最好也可以插上 因為你要更新一些新的東西 好 這邊就等它 好 終於拋好 終於拋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選項 那像是它可以偵測你原先 裝在你電腦上的OS 它可以 跟JOS共存 然後也同樣 它有辦法 好 全部清掉 就把你電腦上所有東西清掉 然後關 現在你要關的五方圖是6.04 好這兩個都不是我們今天要用的選項 我們今天要用的選項 是這個其他 自己建立或 重新調整 好我們就繼續 點選其他之後繼續 它就去讀取你的詞區 等等 好了那我們把它放大 沒辦法放大 好沒關係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 我們剛才切割好的一個可用空間 分別是這個21 21475MB 差不多就是我們切的20G 好2048 20480 因為它在Lens和Windows上 計算的 容量都會有點不一樣 沒關係 那我們就從這邊 我們從這邊 點選這個20G的容量 然後選擇 加 選擇加之後 它就會選項 就是首先是你要 用多少的容量來做什麼 那我們這邊看一個參考資料 有一份參考資料還 這個 現在是試用版沒有中文 沒關係你可以答 如果你到時候 有Google 或是手機Google的話 你就可以答Linux的詞區 它就會教你什麼是root 什麼是home 然後分別切割多少 會比較建議 那我這邊的話 就先來做一些示範 首先你必須要選一個home home 我這邊假如用10G好了 好吧我講錯是root root 我們這邊假設選擇10G 1024 10G的容量 這個root就是你會中學到的 它所有東西都會掛載在這個root之下 那我們選擇的檔案格式是這個ext4 掛載點就選root 在電子中這個斜線就代表的是root 好那 OK OK之後它就會開始幫你做切割 還會這邊切割出一個root 我們可能就要記錄一下它分別是sds 像這邊已經切到sds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等一下的結果 所以也應該需要一點時間 等它一下下 切割好 切割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sds2 那下一個的話 我們就把它變成home 一樣選的是ext4 然後選擇是home home就有點像是你的d槽這樣講 它會放一些 可能是我的文件 我的檔案 我的音樂 我的影片這樣的資料夾 在home目錄下 這邊選擇home 當然除了home以外 我們第一次裝的時候 還會切一個空間做swap用 好那這個swap的容量還是看個人 看你的需求 因為現在的ran都很大 當然你要用到這個swap的話 我記得有些限制 好像要比ran 要是ran的兩倍大吧 這樣才可以開啟某些功能 我現在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自己都是用8g 8g左右的容量來做swap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已經切好了 切好了這些root跟home 同樣 看還有什麼 我們就可以差不多設定好 我們就可以安定即安裝 這邊的話有這個 你要選擇開啟程式的位置 因為我現在就有一顆硬碟 所以他只能選擇在sda上 因為它有很多時區 可是其實它都是同一顆硬碟 因為它是虛擬時區 虛擬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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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饒舌 所以我們就直接選擇sda 但你也可能會有第二顆時點 那就是sdb 那主要是要看你要 灌在哪一顆disk上面 好那我們這邊就選sda就行了 那就直接點選立即安裝 立即安裝之後 他就會問你 你要你的配置是這樣沒有錯嗎 有sds2sds3 然後跟這個sda6做swap 這樣是對的嗎 如果是對的我們就繼續 然後就要等了 這就是漫長的等待 等一下應該還要問你一些小小的問題 好 小小的問題就是你的時區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選tipay tipay之後按繼續 繼續 然後繼續之後他就問你 你的鍵盤是哪一個 你不知道的好別擔心 你就按偵測鍵盤配置 他就會請你打 你要打這個右刮弧 右刮弧 然後要打R 然後有沒有這個符號 沒有 有沒有這個符號 沒有 有沒有 然後這個應該是雙一號把 有 那就跟你講你的鍵盤是 英語美式 那我們就直接照他的配置 點選繼續 繼續之後他會問你 你的username 你的名稱是什麼 你的電腦名稱是什麼 然後你的什麼使用者名稱是什麼 像我這邊可能是我自己的帳號 我這邊自己的帳號 或是你就打你自己的帳號 他就全部幫你設定好 再來請設一組密碼 這組密碼很重要 你絕對不能忘記 是你可能要下什麼sluber的時候 他都會用到 所以你就打你自己的密碼 強度不足 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我這是測試用的 比較弱的密碼 你自己設定好 設定好之後呢 就點選繼續 好繼續之後就會漫長的等待 他就開始安裝了 那大致上你能走到這步 看到這支松鼠 不一定有松鼠 你能走到這步 就成功了80%了 好我們就來看看 最後20會不會成功 20會不會成功取決於你的 Linus的group 就是你的開機選單會不會出來 好剛才那個 安裝好完之後 他就會出現這個完成安裝 然後他就會提醒你說 如果你現在重新啟動的話 可能你的文件就會全部不見 好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你有剛才在做安裝的時候 更新了什麼文件 然後你可能就需要做個備份 然後再按重新啟動 好所以我們就 來讓他重新啟動 好經過漫長的等待 我的電腦終於關好機了 那我們現在就 給他開機 開機之後看看我們有沒有成功呢 等待等待 好我這邊看一下 好可以看到說我原先 一開始影片中是有一個Windows 跟兩組Windows 兩組武邦兔 現在變成多了一組武邦兔的選項 這就是我們剛才 安裝的那個新的武邦兔 那我們點進去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的開機畫面 好緊張好緊張 登登登登登登 好久哦 欸 畫面有變了 出來了出來了 所以我們打入剛才的密碼 看看有沒有出現 武邦兔的工作點 有沒有呢 有沒有呢 有出來了 所以這代表我們今天的教學成功 好 所以這是以上是今天的教學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是覺得我哪邊 講的好像不太對的話 也請多多指教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